Hello 大家好 我是屎嫂晴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耶 到我出外景了 其实趁着屎嫂我不在成都的时候 当然要出来不力吃 没乱想 这里在家附近一个商场 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餐厅 是专业吃新疆菜的 这个菜叫做大盆鸡 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现在去看看 哇 它在现场拉面啊 好帅啊 大盆鸡面拿这个签去卖家里 哇 新疆大盆鸡来了 上面很多薯仔 最后的鸡很大 哇 很香很香 下面是刚才那个师傅拉出来的面 好烫啊 现在来试一下 它的面非常有咬口 好Q啊 很大眼 哇 都辣辣的 它的味道跟四川的麻辣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有辣的 但它会有一种 有点像腌阳架那种 上面有一些粉 是否是紫然粉 有点那种味道 吃这个感觉呢 有点是幻想自己自身在新疆的感觉 因为真的和我平时吃的麻辣完全不一样 好吃啊 先吃一口鸡 我觉得它的鸡肉是有烧烤过的感觉 棒 我们还叫了一个凉拌凉皮 哇 好多辣椒啊 其实四川凉皮我都吃得多了 而新疆的凉皮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答案是 味道好像差不多 但是凉皮蛋硬一点 厚一点 我不客气了 很好咬口啊 它有点像面粉 再加豆腐那种制品 咬下去很大牙 汁是噴出来的 吃完了 好饱了 其实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 感觉就有点像 感觉是把那些烤羊肉串的味道 放在这一盘鸡里面 刚刚吃的时候 整个口都很浓 我就去买了一个野饮 其实这个野饮叫做沙几汁 沙几汁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所以刚才就google了一下 原来有一粒很小的果实 这样压出来 味道是酸酸甜甜的 有点像那些梅 也不太好喝 那今集就到这里了 多谢你们陪我出来 吃这家新疆大鸡 有机会你来到四川 都一定要来试一下 下次我们再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个赞我 有什么想说 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一定要订阅我 我是屎嫂食仔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吃吃吃 发现这里有一个字 有没有人知道它怎么读啊 知道的 麻烦在下面留言 哈哈